女人最爱男人什么能力强 我身边有好几个男性朋友 他们都到了适婚年龄 却都还是单身狗 每次聚会把酒盐开后 大家就会聚在一起讨论一下 这个为什么喜欢的女孩还没追到的原因 我觉得他们都好像对自己和女孩子有点误会 他们一直觉得无法让喜欢的女孩喜欢 是因为他们不会聊天 真的是因为这个 不会聊天 我看你跟我们胡侃的能力一点也不弱好吧 而且你要是不会聊天 你这二十几年都是用脚跟别人说话的吗 我觉得吧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沟通的问题 你只是不会很好的和女孩沟通而已 好多男孩子和女孩聊天 尤其是和自己心里暗暗喜欢的女孩聊天 就会马上沟通能力下降 不会沟通了 这是因为你的目的或者说需求太过暴露 听说过暴露需求感吗 当一个男生和喜欢的女孩聊天 其实要说他们带有很大的目的 倒也不是 他们呀其实只是希望女孩子可以多了解他们一点 对他们有一个好的印象 喜欢上与他们聊天 竟然有发展成男女朋友的趋势 但是其实这种感觉就叫做暴露需求感 这种感觉往往会使男孩子陷入一种特别很不自在的局面 自然而然的和女孩聊天时就经常会进入冷场 然后就有了早上好 晚上好 吃过了吗 在干嘛 这是一种让人很尴尬的聊天方式 然后这样的男生再进一步就是会在聊天中像查户口一样对女生进行盘问 问一些女生可能认为很私密 而男生却不自知的问题 这样当然会让女生觉得讨厌了 好多男生肯定会问 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去改变呢 其实这是很容易改变的 第一点你需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女生的喜好 但是还是要切记 不能因为知道了女孩的喜欢 上来就和人家聊什么私词歌赋 人生哲学的 曾经就有一个我身边的男生 那时候追一个喜欢的女孩 因为女孩很文艺 所以她上来就和人家聊什么斯文斯歌 还把自己的空间全写上了诗词啥的 和人家尬聊 后来才知道 女孩当时对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觉得她这个人很装 根本就不想和她聊天 所以自然是没有任何结果了 一个聊天高手 刚开始和女生聊天时 从来都不会直接把女孩的兴趣 当做切入点 他们往往会慢慢的 从无关紧要的话题和女孩聊起 然后慢慢的把他们关系拉紧 因此沟通的关键问题 就是在一开始 男孩子不能表现太大的目的感 如果你一开始就让女孩觉得 你有很强的目的感 跟她聊天时 他们往往就会从心理上开始拒绝你 不愿和你聊天 这样自然会慢慢拉开你的距离 所以你和她就很难再进一步发展 所以这下知道女孩子爱男孩什么能力强 当然是聊天能力强咯